《中美貿易談判》 面臨西方星土和內部紅二代的不滿 習近平以《港版國安法》攬炒 以對西方民主陣營採取宣戰式的強硬態度 來穩住他在中共內部的權力 《大紀元》專欄作家張天亮博士認為 習近平走到這一步已經將中共的命倒上 他現在表現的強硬 與去年5月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施毀協議的表現相同 是應一時之需 請一時之勇 在7月1日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 議長佩洛西表示 The law is a brutal sweeping crackdown agains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ntended to destroy the freedoms they were promised Thanks to you to the committee for holding this hearing which asks the question Is this the end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港版國安法》在香港移交中共 二十三週年前直闖出通過 傳聞也在7月1日凌晨終於公佈 依照它可以指控的範圍非常廣 甚至非香港居民都會因為在香港以外地方的行為而被涉及 一旦進入香港 可能會被抓捕或送中 任何批評中共 阻擋中共法律通過 阻擋中共政策執行的行為都可能構成犯罪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說 中共利用法律的形式 你將一個原本擁有自由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地區 硬生生地納入中共的極權統治範圍內 這是中共明目張膽地違背它正式簽署的國際條約 世界各國被逼去到如蓬佩奧所說的 是中共在逼各國做選擇 而不是在美中之間做選擇 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間做選擇 這樣習近平又在什麼之間選擇 強行通過《國安法》 嚴造其它想法呢? 中國疫情再起 經濟危機空前嚴峻 這些都是使中共國派權鬥更激發 反習、倒習、一波接一波 紅二代也加入其中 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 歷史軍事學者徐澤榮 在接受香港看中國採訪時表示 很多紅二代對習近平的不滿 已經跡轉了4、5年 習近平好像坐在火山口 火山忍耐了很久終於要爆發 在3月份的時候 紅二代陳平轉發的公開信 和4月房地產大亨 任志強寫文章 評擊習近平 都是火山要爆發的前奏 徐澤榮認為 反習派主要有兩點不滿 第一點不滿是習近平倒死了改革的路 第二點是沒有利益均 即是沒有顧及紅二代 徐澤榮分析 紅二代想用所謂合法的手段去推倒習 在中國近代史上 俊義會議都是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擴大到軍團首長 紅二代可能模仿這種方式 他表示 雖然習近平提拔了很多將軍 不過 致大財疏的習近平未必得人心 那些將軍是不是會服從習近平 是不是在他有難的時候救他 還是未知數 中共高層包括退休副國級以上的人 有某種程度的共識 他們未必會動用軍隊 但只要習下令 他們不執行 這就是動用軍方的力量 徐澤榮說 在美國的紅二代已經在爭取美國 在推翻習近平這個事件上默許或默契 如果習近平利用兵變 拘捕這些反習的紅二代 如果失敗的話 習的下場就會很慘 如果習近平不發動兵變而被推翻的話 或者可以謀到一個低層職位 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保存 謝謝大家 敬佩蓮 給大家看 感谢观看